大家好,我是五一张鹏 现在离秋以后呢,天气呢也慢慢转凉 这个季节呢,资讯我比较多的就是关于头痛 尤其是偏头痛的问题 我先来给大家讲一讲 一般情况下很多人的偏头痛可能是因为熬夜比较多造成的 你要是这种原因呢 你可以去调整一下你的睡眠和作息的习惯 还有一种就是说小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头乱 然后出现的偏头痛 像这种情况呢,可以通过去活血化鱼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调理 另外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你的头无缘无故可能受了风寒或者长时间的去低头啊 气血不足的,然后导致的偏头痛 然后怎么样去解决 我来给大家去教 这种方法就是触及你的头部的气血循环 熟通头部的预阻就可以了 好,下面我教大家怎么样去做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可以点赞收藏 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们 好 我们首先呢 找到你的偏头痛的位置 你左边痛也好 右边痛也好 都可以 我给大家用右边痛来示范 假如我们是右边头痛 好 看看你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就是前面痛啊 或者是在你的耳朵上方捏鼓这里 或者稍微偏后一点 然后不管它是哪个地方痛 或者偏头顶以外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把你的手并拢 并拢以后呢 用你这一二三四 四个关节来去轻轻的刮 开始的一定要轻 如果说你是女生头发比较长 那我们可以干什么 把手压在这里 轻轻的晃动 好 换个地方来轻轻的晃动 这样的话不至于把你的头发 给它刮着 然后带着头皮痛 要是男生头发比较短 就可以直接刮过来 像我一样 好 要是头比较干的 家人们刮不动 可以涂一些 呃 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 涂一点沐浴乳 然后呢 边洗澡边去刮 好 在刮的过程中呢 去感受一下 你这个头是不是有 调头状的节节 或者一刮比较痛 或者一刮咯咯大 像这种情况 一定要把它刮开 刮开了以后呢 对于你的头部的呃 气血循环是非常好的 头部气血循环好了 这些节节 疼痛点 没有了 你的偏头痛 才能会好 记住我在说什么 好 女生呢 去做的话 轻轻的按在这里 这样轻轻的 哎 看看你点呢 是不是有节节疼痛点 一样的 核心就是什么 找到你头部的疼痛的位置 的 把它的 偏头呢 节节疼痛点 去给它做开 嗯 我建议大家 你左边痛的 或者是右边痛 把另外一个 也要给它做 也要给它做好 不要说 我哪边痛 就只做哪 这种呢 就是你缓解 那我们把另外一侧做了 它两侧是对称的 相对来说 是非常好 当然啊 你要想你好的更彻底 我们不光是把两侧做了 把头顶 左右头部的 堵的 有节节 有疼痛点 全部给它做好 这样 好 可以继续 全部给它做好 我们这两侧 看到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每天 根据这些情况 你可以做一百次 也可以做三百次 回过来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以前一半年左右的时候呢 就老偏的头痛 不舒服 整个人特别难受 睡觉也难受 起来也难受 坐到那也难受 躺到也难受 怎么办 我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就干什么 我当时也没有去想着搞的 我就 哎 这太难受了 我要给他搞一搞 我开始没管他 看到他到底疼到什么样 后来他疼得比较狠 我就去 哎 轻轻地暗 这个地方非常痛 有很多的节节 有的人呢 有的 有的节节呢 和调脱状都比较粗了 轻轻一碰就很痛 那我就去给他刮一刮 刮一刮 那以后呢 头就会很舒服 那我每次洗澡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 给他刮个三到五分钟 好 因为有水 土壤沐浴 这样刮的话就很快 我大概刮的不到一周 我整个这个片头痛就好了 然后呢 整个人也会很舒服 这时候我给大家讲到 我自己的案例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方法呢 有很多人去用了 确实收获非常好 有的人一次性用好了以后呢 过很多年 甚至到现在 还是好的 好 希望大家有偏头的动作 或头痛的家人们 按这个方法 能帮助你 让你呢 解决你的痛苦 让他一直越来越好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下期再见 谢谢